我們看期貨收盤的表現 期貨中場是收在10761點 今天是10月份結算之後 11月份的第一天成為紀元份的合約 但我們看到今天四大期貨的價差 台子期先率先翻為正價差 摩台子也正價差 金融期也是正價差 只有電子期還是小幅的逆價差 所以是不是10月份在昨天結算之後 空單已經全部震亡了 今天無力再加空 或追空 這個是我們要觀察的 那空單來到末路了嗎 那我們再觀察一天好了 我們看期貨明天 這個正價差會不會擴大 還是會再翻為逆價差 因為從正逆價差的角度 當然一般來講就叫價格發現 或是避險的用途 那價格發現對我們來講比較重要 可是這個價格發現是反向觀察 因為逆價差通常代表空單力量 稍微長一點點 那空單有兩種 一種是單方面的看空 一種是做多現貨的避險空單 那不論是哪種空單 那現在翻為正價差了 這是比較難得見到的現象 就是過去幾個月 能夠假如連續見到正價差 那就會變成反向解讀囉 就是第二空單掛了 單項做多 跟第二個是賣掉現股 在期貨做的避險多單 好 觀眾朋友有沒有注意到 因為今天第一天 這個價差也不大 所以稍作留意 要等到明天 這個正價差會不會進一步的擴大 這個要做觀察 這個正價差過大的話 會不會對這一波的擱空擱空手 產生一個結構性或本質上的改變 我們可能持續做個留意 那回到重點 我們先回來看到 請到坦克宜 我們先看台積電 台積電的股價其實創新高 這個目前1點48分 我們看起來台積電法說 據記者的回報是利多 那明天要怎麼做操作 因為股價現在241塊 連中鋼都開始把台積電的股票賣掉 中鋼有台積電的轉投資 最近都開始賣台積電 但會不會賣最高點 通常不會 所以我們怎麼操作台積電 對 這裡的話 其實用全鎮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因為你可以以小博大 如果真的台積電 法說真的優於預期 然後往上還一斷的話 其實用全鎮掌握效率跟槓桿 會比獻股來得多 因為我們來看 獻股一張要20幾萬 24萬 24萬 可是你看全鎮 我們來看今天量最大的 這個原副發行的063 471 原副發行明天2月到期的 1張才1000多塊 他還是0.15 大概就是7張全鎮 表彰1張獻股的權利 對 所以你會發現 他還在略為的價外一點點 但是他100多天 你會價在250塊 這個部分其實你只要7張 大概1萬塊多一點點 就可以享受到 相近於1張台積電的權利 但是說這裡的話 我們要觀察就是說 你會發現其實今天法人 這幾天法人持續性的在壓寶 如果說他反手調節 或是怎麼樣的時候 你會遇到一些風險的狀況 那這時候全鎮就很棒 是因為你最多就是 把你投入的本金 變零 變零消化掉 所以變零很棒 變零很棒 因為你損失有限 可是最大風險是 假如譬如說 你只是想買一張台積電 買7張就夠了 可是你因為他太便宜了 你就買70張 你變相做了一個極大的槓桿 而沒有感覺 這就是最大的風險 沒錯 所以要以小博大 我們說以小就是說 你的資金的一部分 5% 10% 然後去卡位 這樣子台積電的一個行情 這原負的權政可以觀察 因為這裡的話就是利多 如果你真的覺得說 這個利多之後反而反向 已經反映 因為先前先漲一大段 利多會出境的話 我們可以來找認受權政 也是一樣 原負發行的 明年4月份到期的這一檔 053 09批 這裡的話形式比更高一點 五張換一張 0.2 旅月價200億 現在價外一點點 現在股價快要240 對 它180 還有半年的時間 對 半年的時間 這裡的話 其實也可以做一個觀察 所以多空都給你買 所以官媒你加起來 你看 正常大家橫盤 假如它盤一個 四個月都沒動畫 那兩邊都掛掉 都變0 時間價值非常重要 但假如它中間波動 我們賭未來半年 台積電有上漲10% 或下跌10%的可能 在未來的半年 其中幾個月 有上漲10%或下跌10% 我不只單日漲停板 跌停板 是這個波段 那基本上唐先生提到了 你可以買一個認購 買一個認售 那這個買七張等於一張 所以花了一萬塊 那這個是五張換一張 大概六千塊 所以你花了一萬七千塊 這兩個加起來 就等於同時有一張 看多台積電的股票 等於有一張看空台積電 就選擇權對鎖的概念 對 所以這個邏輯以下 大家可以以小搏搭 真的台積電長那麼多 到底還要不要出手 然後你要捨不得 他的行情被你措施掉 我們往下看 他今天其實大家關心的 除了在剛剛講幾個方向之外 其實還是跟i8 蘋果有關 其實這裡我們蘋果 我們先前提到過 其實拖雷台股的 還是在跟整個平蓋股 有一點關係 今天雖然有點回省 但是iPhone 8還是往下走 像先前我們在上禮拜 我跟大家提到了 iPhone 8的概念 像合索 認售權證 今天也是一樣 悄悄的還是一樣創下 近日的一個新高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你真的看不順一支股票 放空可以 然後你認售權證也可以 或者是其實 我覺得是光提到最棒的觀念 就是你手上有獻股的 你真的需要一點 避險的部位的時候 因為你可能這裡 你在出手 像合索的是被套住的 對 被套住 你可能要平損 我覺得對賞戶來講很難 對 有點 你可能有點殺不下手 這個時候可以用 權證的方式來做一個對手 或者是控制住的風險 他是0.15 也是7張換一張 對 0.15 7張換一張左右 然後現在大概一塊出頭 1.3 尖盤中 你買7張大概就花了8000塊台幣 我們看一下合索的KC好不好 觀眾朋友來看一下合索 就是8張這個是 對 因為現在是往下去 做個探底的可能性 大概花了8000塊 觀眾朋友邏輯來了 8000塊 他彈回去 你現股會賺錢 就是彈回去後 現股就可以賺回去 虧損至少會減少 假如我們是多單好了 你賺8000塊 基本上在是認售的話 那現股會賺回去 但因為權證有時間價值 他不會真的跌8塊 光花8000塊買了7張權證 但這7張權證漲放上去 官方我估計 大概還會剩一半的價格 可是你可以賺現股的價差 摸反彈的話 賺現股的價差 賠權證的權利金 可是他一旦做下跌 進入了價內的時候 觀眾朋友 他就有整個現股的 風險區幣的功能 可能跌的過程當中 你事實上現股賠 可是權證可以獲利 當然他獲利的腳步 會比現股的比例 可能現股跌10% 權證相對於權利來講 只有漲9% 以槓桿來講 當然跌10%可能漲7% 80% 所以從權證的角度中 可能可以做一些配合操作 對 所以說一來一回 你有現股用搭配權證的方式 你可以把利潤擴大 風險控制住 我們要往下看 今天還要觀察什麼樣的股票 因為今天創高 可是我們會發現 今天排面上 其實最有趣的就是鴻海 因為鴻海一個iPhone X 一個跟iPhone 8有關 因為iPhone 8 Plus 一部分是他的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其實鴻海最相關的 我們往下 先往下看 鴻海今天能夠漲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 他說他要投資AI跟自駕車 就是忽然之間他脫離蘋果 跟蘋果無關之後 自駕車的概念讓他漲起來 這裡我們可以觀察 像是在2401的林陽 這張股票當然有點投機意味在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你會發現拉回兩天的過程 今天嘗試性的質穩 我們來看他的全身 林陽這支集團 其實他的弟弟妹妹 兒子 孫子 其實長得滿兇的 能不能靈通 這一波都很中漢 對 靈通的話 子公司 這一波無線充電搭上 其實我們可以回來觀察 因為先前他宣布說 他推出了Adus的晶片 但是當然他要去挑戰 中日的車廠 可是我們可以觀察 因為先前他跟百度 有相關合作的關係 像這個064 367 元大發行明年2月份到期的部分 還在價外14%附近 旅約價20塊 執行比0.85 這裡其實不到1塊錢 你可以掌握 因為當自駕車 因為現在很熱 紅海要坐 然後台積電也要坐 各大廠都要坐 自駕車其實重點是在於 它不是品牌 所以供應鏈更重要 因為自駕車每個都自動駕駛 你就沒有操控的感覺 這裡的話 自駕車的話 觀察的是零組件 像這個林陽 凱基發行的明年2月到期 都是2月到期 對 064 296的部分 這次都沒有價外太多 對 價外4%多 旅約價大概18塊 也是一樣 0.8 0.8大概就漲高的 快一張 所以大概1.27元 所以這裡的話 可以做一個觀察 在自駕車的部分 等於是現股的 現股的1.1的資金 對 幾乎是現股 這樣的概念 比1.1還小一點點 另外除了在看多走自駕車 因為真的太熱了 像原相今天有漲停之外 我們可以往下看 像神盾的話 先前提到過 競爭家具 因為你的競爭 不是只有指紋辨識 人臉什麼都在辨識 所以認受全鎮也可以做個關注 好 從今個別的股關門 可能可以持續做掌握 台北股市在10月份結算之後 拉高之後 在台北股市還後續 如何做發展 可以持續鎖定 好 感恩觀眾朋友 所收看的股動前潮 但今天觀眾注意到 全正式高槓桿的商品 要注意到投資風險 還有相關的公開說明書 相關訊息請持續鎖定 東森財經新聞談